知名记者谋杀案资金来源调查延伸到中国 路透社发现,对马尔他到高层腐败指控的广泛调查 首先由被谋杀的马尔他知名记者达弗尼、卡鲁阿纳加利奇亚、Defnick Erlundalizing、发起 后来调查延伸到了中国,涉及一家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在欧洲的4亿美元投资 卡鲁阿纳加利奇亚,于2017年10月被谋杀 当时他正在调查一个,他认为像马尔他政客行贿的公司网络 现在,路透社和一群记者,追踪到了两家涉及该网络的公司 找到了埃森者Axantra,一家全球咨询公司的一名中国高管的亲属 据马尔他官员所述,以及官方记录显示 43岁的陈诚来自上海,在过去的10年里 代表中国中共国有企业上海电力,Shanghai Electric Power 在马尔他,以及另一个欧洲小国黑山共和国进行投资谈判 与中国的关系被揭露,可能会增加一个新的国际层面丑闻 因此震动了马尔他政府,导致总理于去年辞职 还可能包括针对导致卡鲁阿纳加利奇亚死亡的事件 进行一系列官方调查 在马尔他政府的支持下 上海电力的投资被马尔他和中国中共政治领导人定义为 中国中共数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 将资金投入到中亚和欧洲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016年,在卡鲁阿纳加利奇亚,死于汽车炸弹袭击的前一年 他在他的博客上,确认了陈诚在交易中的关键作用 马尔他共有6人被指控杀害了卡鲁阿纳加利奇亚,正在等待审判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埃森哲,陈或任何中国公司,或个人与这起犯罪有关 卡鲁阿纳加利奇亚的报道说 陈于2014年,在英属维尔坚群岛,创办了一家公司 但是目的不明 同年,陈在上海电力投资3.8亿欧元,折合4亿美元 购买马尔他国家电力公司Animata股份的谈判和净值调查 Due Diligence,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卡鲁阿纳加利奇亚,没有具体说明陈有任何不当行为 陈和埃森哲当时也没有回应卡鲁阿纳加利奇亚的报道 现在,路透社,马尔他时报,由组织犯罪和贪腐举报项目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河南德意志报,Stold's iTunes,的记者们都发现 陈的家族在香港,又成立了两家公司,都与马尔他有商业联系 路透社记者联系了陈和上海电力 但是他们均未发表评论 埃森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这些指控,与我们的一名员工有关 本公司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 认真地审查这些指控 在我们经营的每一个市场,我们都遵循最高的道德标准 对任何偏离这些标准的行为,都采取零容忍 Animata公司则拒绝回答有关陈的问题 中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都是公开透明的 据路透社此前报导,陈的家族成立的第一家公司 名为迈克布里奇Neckbridge 计划向两名马尔他证件人士控制的巴拿马公司 支付多达200万美元 据路透社看到的财务记录显示 第二家公司名为道士传媒公司Dance Media Company 从马尔他首富之一,耶根丰威奇,尤根丹尼克 拥有的一家公司,获得了100万欧元,折合120万美元 在内奇目前在监狱里,被控策划谋杀凯鲁阿纳加利奇亚,等待审判 但他却不认罪 据路透社看到的国际法律请求 马尔他执法官员怀疑迈克布里奇公司,和道士传媒公司 是一个精心策划阴谋的一部分,涉及中国马尔他交易的一些参与者 他们向马尔他证件人士付款,并同中为自己牟利 路透社无法独立判断这种猜测是否正确 陈没有回应路透社关于此事的提问 分内奇的律师拒绝就其当事人与陈之间的任何关系进行评论 达弗米之谜,据卡鲁阿纳加利奇亚的家人叙述 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工作记录显示 他在2016年首次发现了最终通往中国的资金踪迹 当时他开始调查两家神秘的公司 他怀疑这两家公司被用来贿赂政客 除了名字,17布莱克,17布莱克,有限公司和麦克布里奇有限公司 记者对这两家公司的详细情况支支甚少 据官方消息来源透露 这两家公司参与了政府计划 向一些高级政客支付回扣 为申报的利润 2016年4月,卡鲁阿纳加利奇亚给儿子马修发短信说 他听说这两家公司对破解犯罪网至关重要 在此之前,马尔他官员发现了一封游怪记师 于2015年12月,写给两名高级人物的电子邮件 两人分别是时任能源部长康拉德米奇 康瑞德米西,和时任总理约瑟夫 穆斯卡特,Joseph Moskett,的密友,幕僚长,基斯施布里, Keith Chambray 那封电子邮件,把17布莱克,和麦克布里奇命名为目标客户 他们将向施布里和米奇拥有的当时不为人知的巴拿马公司 支付估计200万美元的资金 2018年4月,也就是卡鲁阿娜加利奇亚被谋杀6个月后 这封电子邮件的新闻,在当地和国际媒体上曝光 施布里公开证实与麦克布里奇公司,以及17布莱克公司 有未实现的商业计划草案,但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去年12月,他在对这名记者死因的公开调查中表示 麦克布里奇公司,被错误的包含 在2015年12月的电子邮件中 本月早些时候,施布里被指控在一件与本案无关的案件中 参与洗钱、伪造和腐败 他否认这些指控,目前正在监狱等待首场法庭听证会 他没有对本文发表评论 米奇说,他不知道麦克布里奇公司和17布莱克公司 也不知道那封电子邮件 米奇没有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受到指控 他在给路透的一份声明中重身 他拒绝承认任何有关他与麦克布里奇公司有商业计划 或者个人对任何公共项目有兴趣的说法 米奇说,他知道城市一名协助上海电力的顾问 我与他的交往是在那种官方背景下进行的 当卡鲁阿纳加利奇亚被谋杀时,他还在追查17布莱克、麦克布里奇的情报 他认为这是米奇和施布里,成立他们的巴拿马公司的关键原因所在 据他的儿子马修卡鲁阿纳加利奇亚回忆 弄清这两家公司的真相,确实是他工作的核心 他决心要揭开谜底,他是第一个赶到汽车爆炸现场的人 暗杀事件发生一年后 路透社和马尔他时报追踪到17布莱克有限公司与迪拜的一家银行有关 并确认其所有者为马尔他大亨在内奇 一年后,也就是2019年11月 芬内奇在试图乘坐豪华游艇离开马尔他时,在海上被捕 几天后,他被控刻画暗杀这名记者 但是他否认这一指控 麦克布里奇依然是个谜 名片上的痕迹,警方搜查芬内奇的公寓时 找到了埃森哲咨询公司,顾问陈某的名片 当警察们审问芬内奇时 这位被指控的大亨,又解开了另一个谜 根据路透社柴月的审问记录 芬内克告诉警方,他有关于麦克布里奇的信息 说麦克布里奇McBridge的名字意思就是马尔他中国桥 Mortochina Bridge 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被问及了陈某以及那张名片 在得知芬内奇披露的消息后 路透社搜索了中国的记录 发现了一家名为麦克布里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MacBridg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ny LTJ的公司 该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在香港注册 香港的公司注册处没有披露 谁拥有麦克布里奇公司 唯一的董事是一位65岁的中国妇女唐赵敏 因已从南德意志报所获得的一千一百五十万份 有关黎安公司的巴拿马文件中 发现的更多记录证实 唐通过印度洋塞舌尔岛上的一家公司运作 是麦克布里奇公司的最终所有者 但是唐是谁? 巴拿马文件上 只有他的一份颗粒状的护照复印件 没有地址和电话号码 业余摄影家 然而 他的名字很罕见 其他公司的数据库 把记者带到了中国城市上海 在那里 社交媒体上的一篇评论显示 唐是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 曾在一家汽车制造厂担任经理 还曾为在中国经营肯德基品牌的百胜中国 YamChino担任经理 近年来 他在当地几家公司 注册了小额投资 通过追踪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帖子 记者们有了发现 唐自称是 I三折咨询顾问陈某的岳母 在陈某的孩子们面前自称是姥姥 一名家庭成员后来向路透社证实了唐晨的关系 记者无法联系到唐志平 记者向一家大型户外广告公司提出的问题 没有得到回答 公司记录显示 唐目前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和股东 随后 一名路透社记者 前往距离上海180英里的南京 结果证明这更有用 他此行的目的是参观一家餐饮公司 公开的公司记录显示 唐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 这家公司的总部 竟然是一家肯德基KFC的特许经营店 位于一个购物中心 供应带有中国风味的美国快餐 大约40元人民币6美元的炸鸡套餐 和果冻榴莲水果球 此次访问证明了他与艾森浙高管辰 以及马尔他之间的新联系 附近另一家堂合伙拥有的肯德基的员工说 他不知道堂照理 但认识另一位合伙人 一个名叫王瑞的女士 员工说王是餐饮公司的老板 但他很少去肯德基 记录显示 王瑞是一家名为道士传媒公司的香港公司的董事 该公司于2014年成立 成立时间比迈克布里奇早了两周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银行记录 约跟曾内奇的17布莱克公司 在2016年 向道士传媒公司支付了100万欧元 根据肯德基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号码 记者联系到了王瑞 他告诉路透社记者 他是唐照敏的表妹 唐照敏是陈的岳母 他说 他是应陈的要求 为他的目的成立了道士媒体公司 对那100万欧元 以及道士公司的活动一无所知 王说 他让我成立公司 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 他告诉我公司可以做媒体类的工作 他补充说 当时陈告诉他 由于他与一家国有企业的关系 他无法自己创办这家公司 王没有透露这家公司的名字 也没有详细说明 马尔他的调查人员 也在追踪道士传媒公司 和麦克布里奇公司 在路透社查阅过的国际法律请求中 他们找到了有关该公司业务活动 资金流动和最终所有者的信息 在2018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一项请求中 马尔他警方向中国询问了道士传媒公司 以及该公司2016年 从分内袭的17布莱克公司获得的100万欧元 马尔他警方表示 这笔钱可能涉及非法资金 可能与腐败和洗钱有关 易宁马尔他官员表示 没有来自中国的回复记录 中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 不知道此事 马尔他还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提出了法律请求 请求提供涉及麦克布里奇公司 可能向马尔他政客施布里 和米奇支付款项的信息 这些要求还列举了可能存在的腐败 以及洗钱行为 阿联酋告诉马尔他 他们没有发现麦克布里奇公司的踪迹 支付 2020年6月 路透社和马尔他时报披露 分内袭的17布莱克公司 从黑山的一个风电厂工程项目中 秘密获利500万美元 该项目涉及上海电力 和马尔他国家电力公司 Animota 据Animota的内部审计显示 陈某曾在Animota董事会的报告中 推广了这一项目 2016年 17布莱克公司从风力发电厂 获得了500万美元的利润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银行记录 以及马尔他调查人员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向中国提出的请求显示 在支付日的两周前 也就是当年5月 分内袭的公司向道士传媒公司 支付了三笔款项中的第一笔 两个月后 总共支付了100万欧元 据艾森哲公司的道德手册显示 陈的私人企业信息披露 可能会给他在艾森哲公司带来麻烦 他曾在那里担任能源业务董事 艾森哲没有完全禁止其员工拥有私人生意利益 但他对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提出了警告 包括使用艾森哲的信息或职位谋取个人利益 或习家人或密友的利益 当被问及陈与迈克布里奇公司 道士传媒公司的关系 以及他通过这些公司 与马尔他商界和政界人士的关系时 艾森哲公司表示 正在仔细审查这些指控 上海电力没有回应有关陈所扮演角色的问题 艾森哲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在对风电厂交易进行内部审计后 该报告已经转交给警方 以协助任何调查 在这个阶段做任何进一步的评论都是轻率的 迅速开展的调查 在马尔他揭露与中国的关系 可能引发一系列官员腐败调查 包括一项针对导致卡鲁阿纳加利奇亚死亡的事件 进行的公共调查 一项针对17布莱克公司的司法调查 一项针对黑山风电厂交易的司法调查 还有马尔他警察局金融犯罪处 对17布莱克公司 麦克布里奇公司 以及更广泛的腐败指控进行的调查 在黑山共和国 路透社去年曝光了17布莱克公司 在风力发电厂融资中扮演的角色 这引发了司法调查 同一份报告还导致前能人部长康拉德米奇 被逐出马尔他工党 马尔他前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 Joseph Moskett 表示不了解米奇和施布里的任何商业交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